今年最庆幸的一件事情就是在五月中旬 下定决心没有去买房子 大家好,我是三哥中能量 在五月十五日,合肥出台了合肥的新十条 紧急用于调整楼市 那么很快相隔两天,五月十七日 咱们房产的最高部门出台了楼市517的一些新政 那么出台之后呢,让我真正的完全能体会到现在的楼市有多难 包括咱们的一些相关部门啊 现在确实非常非常的难做 那么我非常理解如果站在房产商地产商的位置啊 他们很难 这么多年的房子建设 成批成批的房子在这屹立着 没有人来买 把它卖掉了 那就是钱 如果卖不掉 那就是一堆废铁、废石头、废水泥 我虽然理解它 但是呢,我是不会原谅他们 从我是一个普通的购房消费者来说 我为什么不会原谅房产商 相信在城里的人几乎都有自己的房子 你的城市或大或小 而视频当中我们看到北方 我认为是规模最大的控制城 那么在这一大堆对房子的背后是多少个家庭 多少甚至是两代人三代人的积蓄呢 为了买一个房子付出了所有 而时至今日呢,无论什么原因吧 房价下跌也好 整个的房产的局势出现变动也好 总之现在买房的人 几乎可以算得上是都有很大的损失 包括我自己啊 两年多的房子 卖房卖了半年多 到现在还没有卖出去 被迫无奈的选择了房子的出租 那这也是我无奈的选择 我用一句比较夸张的一句话 叫做穷途末路了 我现在的感觉就是现在的房子 真的是有一种穷途末路的感觉 还有一件事情大家有没有发现 在每个人的朋友圈当中 已经消失了很多年的朋友们 突然间在最近的后半年 开始发出了信息 大部分都是关于卖房子的 看到之后呢 真的是让我心里更加的绝望 视频当中 北方最大的规模的空之城 大家开一看 有没有让你触目惊心 有没有让你的心灵 有那么一瞬间感到崩塌 在这个超级大的园区当中 曾经呢 去年多的时候呢 我经常过来这里边户外 时不时的会看到很多叶主联合起来 集体的去声讨 他们更多的并不是说希望房产商给他们多少赔偿 他们从心里面往外呢 就想把房子退掉 虽然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也没有任何哪条的规定 说房子买完之后还可以退 只不过呢 这些是劳苦大众的心声 有多难呢 我也不用多说 总之现在的房子的调控政策出了一条又一条 我不知道具体是多少条 但是过百应该是差不多的 作为北方的经济来说 现在的个体收入确实受到了一些阻碍 那么从市场的我们可以看到很多打工者 很多已经被裁员了 或者是降薪了 包括那些在路边曾经 风风雨雨 如飞奔的这个小外卖哥 如今呢 也已经经常静止在店面的门口 刷着手机 一坐呢 就是半个多小时 甚至是一个小时都没有单子 最近的反常现象呢 让我观察到很多女性的家庭主妇 也踏上了送外卖的旅程 难道是他们在家里边闲着无聊吗 从背后呢 我可以窥探出来 更多的是因为他们的家庭收入受到了限制 我相信他们可能会有房贷和车贷 我也相信他们会有孩子需要大量的金钱 需要培养需要去使用 但是没有办法 因为他们的学历有限背景有限 又没有特别好的相对稳定的工作 所以说以最低的小的成本 只能去送送外卖 做做兼职 发发报纸 包括之前一直给孩子送牛奶的一些业务员 从原来的一些20多岁的小伙 也变成了现在很多的大叔 本已经是退休的年龄 现在也做起了第二兼职 第三兼职 可以说现在的房子 真的是很多人的房奴的心声 就是跪求房产商把自己的房子收回了 哪怕是九折 哪怕是八折也可以 可以了 可以了 可以了